我们来看到前总统马英九 他受到大陆方面的邀请 会在4月1号到11号访问大陆 展开11天的两岸和平之旅 并且在8号会不会安排马席二会呢 马英九房中行程揭晓了 我们先来看到他第一天 4月1号的时候呢 他会搭乘南方航空的班机 在下午抵达深圳保安国际机场 而在呢在抵达之后 停留了三天在广东 而参访中山大学跟师生交流 还有呢要沾咬黄花缸72列室的林园 参观国父孙中山的故居纪念馆 参观黄虎军校的旧址纪念馆 还会去大江公司腾讯公司 还有亚迪公司 还有港珠澳大桥 所以呢非常这个行程很丰富 满档的行程 而且马不停蹄 在4月3号抵达陕西停留了四天 在4月4号到上午全团 都会参加这个清明的公祭 那呢这个公祭活动呢 是轩辕皇帝的典礼 所以呢是代表说大陆相当的重视 马云九才会去邀请 同时也会参观了秦始皇的博物馆 还有法门寺 大慈恩寺也就是大雁塔 还有陕西的历史博物馆 跟西安国家版本馆 还有参访这个杨林志会农业示范区 还有农机绿能公司 那还会呢到这个马云寺等等的 确实要寻根嘛 那在4月7号下午就会抵达北京了 那抵达北京呢 重头戏就会参访北京大学要交流 那呢他也是带了很多学生嘛 又参加这个巴达领长城 还有北京雇院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卢沟桥等等的 都是历史非常重要的地方 他统统都要去 也会参加这个参观奥林匹克公园内的 冰丝带 也就是国家速滑馆 跟鸟巢国家体育馆 而在4月8号 大家最关心的 4月8号会不会有马席二会呢 其实在马席二会这件事情 爆出来的时候 大家都很期待嘛 时隔9年 是不是要再见面了呢 而在4月11号 他们就会回到台湾了 那是反台之后呢 其实就是一连串的会跟大家报告 不过他就开始猜测啦 对于这次的防律行程 是不是马英九呢 要琢磨重建在 互不否认治权默契等等的 大家会觉得说呢 要有一些新的进展嘛 所以呢我们来听听 马英九基金会执行长 萧续森他就表示了 民进党政府不承认九二共事 导致马英九执政时期 两岸默契丧失了 马英九现在已经没有任何职务了 就可以以民间的力量 尽全力来推动两岸交流 同时呼吁民进党政府承认九二共事 这样才能解决两岸当前的僵局 而萧续森也进一步的就指出说 马英九当时执政的时候 两岸可以互不承认主权 互不否认治权 是因为呢 有两岸构同政治基础的九二共事 如果不承认九二共事 一切不可能的 包括陆方突破海峡中线啊 惊吓禁治水域等等啊 互不否认治权是形同消失了 因为根源是什么 没有九二共事 所以他也呼吁赖清德 赶快听进去 要重视中华民国宪法嘛 一中架构跟统一前沿 才可以解决两岸的根本问题 大家都不想要战争啊 只不过民进党真的听得进去吗 大家会觉得说呢 这难道是赵妖静吗 大家觉得希望的是两岸和平 不要再有战争了 可是民进党听到的是什么 民进党认为说 我不管你啦 我就是要做我自己的事情啦 所以呢中广董事长赵少康泰 跳出来说了 马英九会清楚的告诉路方 台湾有60%民众不支持 准总统赖清德 哇所以没有过半的民意嘛 赖清德真的有倾听人心吗 因为两岸间和平是最重要的 这一趟目的呢 就是要将两岸目前紧张情势降温 你们怎么想呢 我们来看看港媒中评社的分析 这篇这个社论写得非常好 马英九再度的访路 四大的意义是什么 第一个是要传达两岸的和平讯息 第二个是要巡回两岸的认同 第三个 以马英九个人来说 展现承担两岸和平 使者大任的决心嘛 还有要帮助国民党重新擦亮 两岸沟通的金字招牌 因为国民党展现的是说 国民党做得到 好 进一步呢也指出说呢 赖清德得票率四成而已 而且民进党在国会席次没有过半 马英九要传递的讯息就是台湾仍有六成的名义 不认同赖清德的台独主张 大家也可以看到啊 马锡二会有望在四月八号登场 但就算马英九团递善意了 蓝委任认为说 两岸关系是别寄望在马前总统身上 民进党政府必须要尊重九二共识 才有办法真正的取得两岸和平 前总统马英九四月一号启程复复 展开为期十一天的和平之旅 那办公布新增行程 将参观大家公司腾讯公司 坐电动车的比亚迪公司和港珠澳大桥 也正是四月七号将到北京 布置前往北京大学 以外参观巴达岭长城 北京故宫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 以及卢沟桥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另外还将参观奥林皮克公园 而外界关心的马锡二会 四月八号有望登场 除了马前总统 串着包括郝龙兵 王金平 李乾隆和洪修柱等人 也都会接力赴路进行两岸交流 双面互动渴望更上层楼 虽然马英九访路遭到部分的 民进党立委攻击 但是包括蔡英文 赖兴德和陆委会 对这次可能的马锡会 多保持着一定的空间 两岸是同文同种 以前有人讲说两岸一家亲 就被民进党拿出来批评 我觉得这个是大可不必 总统务行政院相对的低调 他们都应该很清楚 他们做不到的两岸的对话 马英九替他们做了 当前台海情势紧张 马英九现在又没有任何党职公职身份 两岸要和平的关键态度 恐怕还是在执政的民进党政府 两岸的兵凶战危 就是蔡英文的路线所造成的 如果赖兴德继续维持蔡英文路线 把九二共识扭曲为一国两制 维系两岸和平 那当然就是圆木求鱼 九二共识 这个两岸之间 大家磨合的最主要的一个精神所在 九二共识拿掉以后 这个两岸怎么再谈下去 没有对话哪来和平 民进党如果不拿出实质作为 改善两岸关系 光是靠在野的前总统去替执政打善后 恐怕也不会有太大的效果 这林郑云陈珍台北报道 好 两岸要解决这些问题 分歧就是需要决心 但民进党没有这样的决心 政大外交系的教授黄奎博 就点出了马熙慧是赵妖静 他写这篇文章 他说谁才爱中华民国呢 第二次马熙慧也代表着 两岸的求同存异的智慧 这一次这个同是双方均认知 坚持只有一个中国 义的话呢是表示 北京方面根据宪法主张的 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 而台北方面根据宪法主张的 只有中华民国 但认知到北京的主张 就是一中各表嘛 所以这样的一个主张呢 大陆听得进去吗 马英主要传递给大陆的 两岸和平的警讯 还有呢是希望这样的目的 大陆会听进去吗 民进党又听得进去吗 人民又怎么想呢 马英主这个启程 要前往大陆交流了 外界也会想说 会不会再出现马熙二会 前立委郭正亮就预测了 这机会很大哦 因为对岸在买保险 郭正亮分析 习近平在两岸几乎找不到 可以政治谈判的人 不论是现在蔡英文还是未来赖清德 都不太可能跟大陆谈 所以习近平最后还是只能跟马英九谈 为什么中国大陆难免会有一点不知所措 因为他发现 台湾没有一个力量 是愿意跟我做政治谈判的 所以为什么邀请了半天 还是马英九去 朱立伦区能谈这个吗 不可能的是 那他当然不可能去邀赖清德 这更不可能 所以他就是要让这一种 政治谈判的动力存在 实在是找不到人 可是我就是说 因为马英九已经卸任 所以台湾这种力量就还是很微弱 所以中国大陆就必须要买保险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 他最近在做的事情就是保险 他最近在做的事情就是灰色地带作战 我是认为 还有包括无人机 各式各样 我认为他现在就是实质 在军事上没收你的海域跟空域 以便万一出现某一天 他必须要使用 为什么他要买保险 因为台湾完全看不到 他给予政治谈判的对象 所以目前他要谈台湾的事情 也只能到美国去货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健康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